山老鼠真的很猖狂 在苗栗警方发现有山老鼠在大安溪的河床 开车载运贵重的木材 而过程当中嫌犯发现事迹败露了 赶紧加速逃逸 警方是沿路鸣笛并且开扩音器 示意对方要停车 但对方丝毫不停 甚至还一度有个大回转 差一点就撞上警车了 最后他的车辆失控 撞上路旁的石柱 气臭逃逸 不过最后还是难逃法王 警方发现疑似载运贵重木材的山老鼠车辆 沿途鸣笛开扩音器 示意对方停车受检 银色轿车不但不停车 还加速逃逸 甚至路口大回转 差点撞上警车 远警立刻呼叫支援 双方在山间小路追逐五六公里 携犯车辆失控撞上石柱 沾信携犯下车徒步逃逸 远警虽然紧追在后 对方还是趁机脱逃 三大块台湾 塞满整个车厢 警方侵查 嫌犯车辆 分析他经常出没在台中新社 于是通报台中市警方 巡献逮捕嫌犯 詹姓男子 依违反森林法及窃盗罪嫌 移送地检署 华世信王主一样 终于吴绍青 姚立报道